移工搭着计程车要去工作 结果竟然不付钱就想要落跑 就被计程车司机一路追 误闯到了桃园机场的管制区里 透过案发当时的画面可以看到 双手提着大包小包的泰国级移工 没有付钱就下了计程车 还往机场塔台管制区的闸门走 司机就冲出来要他付车资 结果移工就往园区里面加速狂奔 马上就被警方给压制 原本只是想要赖账 但现在不只赖不了车钱 当天工作也没得做 赚不了钱 还因为误闯了机场的管制区 最重可能被罚两万五千元